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谢谢古语新闻 新闻一开始就来看到水利会选举的消息 农点水利会长跟会务委员的选举 4月19号就会进行投票 而行政院农委会发出了杜绝会选的文宣 呼吁千万不要会选或是收受财务 否则依照农田水利组织的通则 违反的人最高可以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来维持选举的公平公正 行政院农委会针对农田水利会长 与会务委员选举宣导杜绝会选干净选举 强调依照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规定 水利会选举要有买票或卖票行为 最高将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为外界可能对水利会选举可能会有点五次 就是说尘对汇算的部分会可能会比较宽松 因为我们水利会组织通则在100%一年 修正后尘对汇算的部分会特别规定 如果说如果是既然买票或是既然买票 最高可以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这点拜托我们所有农民朋友可以特别注意 向会选说不 要是发现有任何会选行为 农委会鼓励民众勇于检举 依据法务部鼓励检举会选要点 案件经检察官征结起诉 检举会长选举买票 检举人可获得100至200万元的奖金 检举会务委员买票 最高奖金则有50万元 检举会选的部分大概分两部分 因为会中选举的部分大概最高 减二赦金有200万 那委员选举的部分最高也可以有50万 减二赦金 所以我们希望这次的选举可以选选以能 端正选举 农委会并也设立检举专线 将由专人处理案件 希望落实选举反汇选 反暴力 维护选举公平与公正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则宝宝导 请不采用 感谢观看